热门 U23男足3比2胜伊朗张俱宁非常庆祝 伊朗们将被台上救护车 比赛焦点 1.U23国足赢热胜赛 三连胜 作为亚运会前最后一场热胜赛 本场比赛的锻炼价值很大 面对实力强劲的伊朗队 中国队3比2有惊无险地 战胜对手迎来了热身赛三连胜 也带着一场胜利出征 雅加达亚运会 詹玉宁破门 2.詹玉宁连续两场比赛破门 即上一场和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 主罚点球破门后 本场比赛 詹玉宁开场两分钟就闪电破门 连续两场比赛为中国队进球 表现出了不错的状态 此外 他还制造了一个任意球 由姚军胜出发破门 3.高准一传球失误自败乌龙 下半场 在伊朗队的高位比赛下 高准一慌乱中将球传进自家球门 这个乌龙球也让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变成一球 最后生意 中国队员张玉宁 伊朗队是亚洲反而来的强队 所以我们想抢一个开局 我们也执行得很好 但是随着比赛进行 他们确实是有实力的球队 也打回来了 但很高兴我们将胜利保持到了最后 伊朗队主教练克拉米查 我想比赛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 这是一场高质量比赛 球迷很享受 中国队上半场表现得更出色 而我们下半场更出色些 中国队绝对是亚运会的净率 我们很尊重中国队 同时我对我们球队的表 欠满意 因为他们大多是U21球员 这场比赛质量很好 如果下半场 我们那个击中门注的球能打进就更好了 伊朗门将被抬上救护车 第七十三分钟 张元前场又露传中到禁区内 伊朗队门将 阿米尼·麦哈迪和队友相撞倒地 由于伤势严重 对伊进场治疗后迟迟不能起身 随后被替鼓门将 阿德里沙·哈比换下 阿米尼·麦哈迪被抬上救护车开出场外 首发阵容 中国 U23国家队 首门人 逸臣位 后位 28等韩文 三流一名 第45分钟 二十金城折超 高准益 四流洋 后邀 十金河超 六遥军胜 第88分钟 二十草永静 前位 十三黄子昌 第45分钟 其为是豪 十九张元 第45分钟 二十二徐柳刚 一 玉成兵力 第57分钟 发冯伯源 前锋 九 张玉宁 第82分钟 二十四龙城 伊朗 U23国家队 门下 十二大尼·麦哈迪 第七十三分钟 一 阿德里沙·哈迪 后位 三拉扎普尔·阿波尔法兹 五索尔塔尼·穆罕默德 六拉西米·麦哈迪 第四 五分钟 二 阿巴西恩杀辛 二十哈西阿布莱夫 中场 十艾法迪·穆罕默德 十一哈耶迪·麦哈迪 四 麦迪哈尼·麦哈迪 十七德尔菲尤尼斯 第四十二分钟 十九 十九 十八哈 三拉扎普尔·麦哈尔·莫 哈迪·默德 前锋 八 埃扎笛·麦哈尔·莫 法德 埃扎